其實你怎麼看 現在整個的這個狀況 所以現在醫院 大家刺在等你知道嗎 你曾經在這邊待過啊 而且你已經是確定 那時候已經感染了嘛 那你在醫院這幾天怎麼辦 對不對 20 21 22 23 24 這四五天 所以現在醫院院內也很緊張 你知道嗎 最近我們這個節目很紅 你知道嗎 還獲得人民日報海外版的認證 對 包括主持人跟來賓 雙認證你知道嗎 所有的節目裡面就 就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兩個被認證了 人數最多的 我跟你講說你看 現在我們台灣的狀況 說實在口罩已經慢慢越來越多了 現在很多藥局都有很多口罩 而且小孩子口罩應該現在 對 小孩子現在已經沒有限制 可以隨時可以去拿 隨時可以去領 問題是大人的口罩 這個APP雖然會讓你查出來說 這個其實很好 可是我跟你講 現在存在的一個問題 他雖然現在秀出來說 好幾百個對不對 很多很多地方 現在這個賣完就賣完了 這好幾百個 不過我還是跟所有的好朋友講說 你要去買之前 你不要看到好幾百個 你還是先打個電話去 藥局先問一下 有的藥局是怎樣你知道嗎 他現在他是因為刷那個健保卡 有沒有 刷下去一個就兩片 刷下去兩片對不對 可是他還沒有開門之前 他就先發號碼牌 已經發完了 是這個意思 他有存量 你到現場他說 你沒有號碼牌不行 難怪我經過很多地方 明明都說扣招已經發完了 不是 因為你去的時候 他號碼牌 就已經發完了 對對 所以我們要給那個 侯耳宇拍拍手你知道嗎 侯耳宇那天講就是說 那個萬金石碼 他說你要檢驗要考慮一下 他那天晚上就決定不辦了 怎麼圍一跟進口 你搞不好是沒有去檢查 搞不好你的企鵝都已經中了 企鵝 對 是沒有人 企鵝不會中 企鵝不會中 不要太扯 企鵝不會中 誰講說不會感染 企鵝也會感染 我覺得你住離那個太近了 企鵝也會感染 企鵝中了機會比你 企鵝中了小一點 不是啦 是沒有人去驗 對不對 所以人都驗不完了 誰會去驗企鵝 所以很多政治人物 得分失分 台灣的政治人物 我說實在這個台灣 就是這個舞台 大家要在上面扮演什麼 假設拜託你扮演好 得分失分 大家眼睜睜在看 我說實在像鄭文蔡黃瑋哲 有沒有 現在也是被打 還是照打不誤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真的陳時中 我們台議員說過了 好運就中時中 派運就能認定 我們就是好運才就時中 所以請珍惜台灣 真的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重災戶 國民黨也是這次疫情的重災戶 怎麼回事啊 可是國民黨的這個民調 居然還能再往下掉 調到只剩下12.5% 為什麼 早上我有聽到署長接受 那個寇寇姐的訪問 講到說這個時候防疫的時候 政治人物少講一點 那其實其實其實今天跟署長同臺 之前我一直跟國民黨的朋友講說 在野黨當然應該監督執政黨 可是你在監督的時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把你過去的公衛專家 其實不是不是只有葉署長 有詹啟嫌啊 那你先生是台灣這個公衛系統裡面的 法律基礎是他手上完成的 也有楊志良 你不會只有這幾位 你還有其他當過副署長的 都有政務官 對 你找他們一起開會嘛 因為你防疫這個事情 不會百分之百 防疫沒有完美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離開學校以後 跑新聞到現在 再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事實上沒有完美 如果有一個東西告訴你 他是完美的 那一定是假的 現實的生活 現實的人生 他就是不完美 他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錯誤 他一定有疏失 可是國民黨為什麼最近會那麼慘 因為我用一個數據 給大家看比較快 因為國民黨最近真的是 他真的是疫情受在乎 游英勒老師 他的臺灣民進疫情 裡面剛做一個民調 民進黨的支持度跑到四十一點一 這塊國民黨剩下十二點五 你知道這是匪夷所思的一個數據 然後你旁邊 你看臺灣民眾的九點三 他們兩個沒有差多少 一個不小心 這一塊會取代這一塊的大小 然後緊追在後是時代力量 好 你如果覺得這個不滿意 我再用另外一個 這個你就要上網看 因為我們有請製作單位幫我做 戴立安 美女導電 美女導電所給他做的 你知道民進黨的好感度 破五十 從二零一六年以來沒有過 沒有過一個執政黨破五十的紀錄 馬英九總統在他的第一任 二零零八年那個時候也沒有 通常你能到過四十 就已經很了不起 國民黨的好感度 剩下二十五 你要知道去年二零一九年年初的時候 國民黨的好感度 是超過民進黨 對 現在才二月中旬 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扣掉選舉已經結束以後 那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 其實就是在針對這個疫情上面來講 國民黨的發言 包括馬英九總統 對 你知道考驗來的時候危機就是轉機 也不是往上衝就是往下掉 你就看到說整個國民黨在應對這件事情來講 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掉 提出拋出了一大堆東西 但是沒有沒有一半就是說國民黨沒有展現出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他曾經我是曾經是長期執政的一個執政黨 我雖然今天我在野了 但是我有執政能力 我可以告訴我應該照這個 國民黨我告訴你民進黨你應該怎麼做 防疫我應該怎麼做 是我提醒你陳時中陳部長 他現在是總指揮官嘛 對 應該是我提醒你你哪個地方沒有注意到 不管是正式的還是私底下的 就是他政黨的樣子要出來 可是國民黨這段事情不是 大家在講口水 所以現在臺灣的危機在哪裡 那你的主張是臺灣現在最重要的 不是減災而是要圍堵是嗎 為什麼 減災跟圍堵兩個是兩個不同的群體在做 所以醫療的歸醫療 那個醫事師還有這個他們要去準備 這兩回事 其實你看看沒有一例是傳到學校 傳到社區傳到機構傳到軍隊 那表示我們還沒有社區流行 就是因為他講community spread 社區傳播 傳播在怎麼傳還是在家族裡面傳 那個也是社區傳播 但是傳在家族那還好啦 因為你每天都生活在一起 但一旦傳到社區傳到學校傳到軍隊 那個就是沒得查嘛 那就要靠住院 住院你想就算我們弄出五千床好了 有那麼多醫師嗎 就是一間床就那麼多醫師嘛 不可能所以還是要靠防堵 防堵真的不行 那漏掉的 那就只好靠醫療收拾善後 醫療沒有辦法 減災沒有辦法防堵 一直來的這個疫情 所以兩組都要做 我們不用說 我們只做防堵 後面醫療都讓他死 就是要病死 沒有人這樣做 後面是要讓他恢復嘛 讓他不要再繼續傳染 減少那個死亡 減少重症這樣 那我們知道的就是慢性病病患 還有我們希望把這些所有資源 盡量給第一線的人都能夠用得到 所以你建議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才真的需要戴口罩 我個人會對這個所謂的 坐在所謂大洪捷運 我可能會有建議一個 什麼狀況下要戴口罩 所謂的通勤的尖峰期嘛 有的公車我沒有坐過 你沒有坐到我公車擠不進去的 我擠在那邊 我可能跟你臉靠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是屬於這種 上下班通勤的 特別擠的狀況 我覺得可能真的要考慮戴口罩 就是當人與人距離靠比較近的時候 太過密集了 這個很危險 我一個人咳嗽可能會全中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沒有那麼多 像我今天來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麼多很擠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無所謂嘛 就等於是一個空曠的 會有通風的環境 我覺得大家可以不用戴 但是你可能自己就是注意說 當你進到一個很擠 擠破的狀況下的時候 包括電梯 電梯有時候一擠 整個擠滿滿的 你在那個時間 如果你真的要坐比較久 或是真的要那種可能戴一下 對自己會有一個基本的保護 而且講實在最簡單的就是 你們真的每個都說戴口罩就防護的好 真的每個人口罩戴的很好嗎 大家在教你怎麼戴口罩 但是我就我自己在看門診的患者 每個來口罩也是 鼻子露出來的下巴跑出來的 這邊通風那邊通風的 戴有用嗎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第一個是 還是讓真的需要的人去戴 好好的戴這個口罩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防範病毒啦 不是搶一個口罩就是說 啊我發大財了不是這樣嗎 我是真的是要去抵禦這個外來的病毒 這個才有用啦 可是醫生我們是不是就是真的 每天要勤洗手 這個洗手 可是每次洗手都要洗很久 這個洗手這個已經完全就 應該說我們目前戴口罩的狀況下 我們大概告訴我們 其實勤洗手這個概念 其實從以前包括什麼 腸病毒流感季節的時候 不是都會再提醒大家嗎 你就勤洗手戴口罩啊 對那勤洗手我們目前來講 就是至少你隨洗的時間要夠嘛 那也很多節目告訴我們說 你洗手方式要怎麼樣 撕乾脫脫脫 或是怎麼內外夾光大力丸 很多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告訴你洗手很重要 如果當你像我們醫護一定是 我們在使用口罩完之後 我們一定好好的去洗手 但是如果一般民眾 可能至少你自己要注意一下啦 弄完之後還是去稍微水 洗個手弄個肥皂弄一弄 對大家來講 都有更多一個防護的效果啦 我認為是這樣子 其實前機管局長蘇毅仁是有說 政府呢應該要這個 提前進行下一波的這個防疫措施了 所以事實上那個疫病 那個病毒的流動 沒有人能夠擋得住 坦白說 你知道在初步的防疫階段 它真的表現得可圈可跌 而且在初步的階段 那樣子是可以的 那你說剛剛大家也提到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上百人的 回來的話 那個是不是 我們的負壓品房就不夠 那我以前一直講過 我們現在的規模 不管是公衛也好 醫療體系也好 面對的是2300萬人 甚至2500萬好了 但是當這個這個人數也好 病患也好超過那個數量的時候 那公衛體系的規模 事實上是沒辦法 涵蓋這麼多人 這是事實 那醫療的水準沒有問題 但是醫療的資源來不來得及 因為每一個國家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只要稍稍疏忽 那個病例就跳上去 馬上趁虛而入 速度多快 然後你看 大局入侵了 而且台灣是大家公認 認為說兩岸最頻繁來往的 守到今天 即使有破口 都已經是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防疫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看 也有人扛起責任 高雄市政府 韓國瑜主任的高雄市政府 我就規定高雄市 500人以上集會 通通這個不准舉行 對不對 可是民眾為什麼不買單 你看 是不是 其實為了這個 這個到底什麼狀況 現在你怎麼看 因為一個高雄市政府 責任不是只有疫情而已 大家對一個高雄市長需求 也不是只有說 你去規範說 500人以上集會通通取消 我就覺得 我防疫啊 我為了防疫 我500人以上通通不能辦 高雄市長責任 就不是只有這個嘛 尤其大家在看高雄市長 他過去在選總統的時候 媒體美光的聚焦度這麼高 大家在看他的時候 很多事情嘛 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像這個也是 昨天才發生的事情嘛 小朋友開學上課對不對 對 開學上課 我們都知道 今年開學上課呢 要請這個醫生 或是教授來做衛影教 告訴小朋友怎麼洗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韓市長呢 也非常積極的 他就到了高雄的一個學校去 到了這國小去呢 陪著小朋友 看看上面的人 教你怎麼洗手 但問題是 小朋友眼睛盯著在看的時候呢 韓市長看起來在打瞌睡啊 所以你看到這上面有沒有 小朋友旁邊盯著在看 手都比起來了 結果韓市長手放在這邊 人家在比說要戳要力 小朋友很認真學韓市長睡著了 對韓市長看起來閉目養神嘛 但是人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前個晚上是有喝什麼飲料 所以導致你這個早上 習近平王你現在在黑寒 眼睛也會感染啊 他閉起來也是黃住啊 他只是剛剛說眼睛閉起來而已 他在閉眼鼓拉肺炎的感染 不是要講好不好 現場有的話小朋友就糟糕了 所以這個我重點是這個狀況 你看這個是人家發在 臉書的粉絲頁上面的 就直接寫說你看 韓島持續睡到中午 等我們最快六月放你 對不對 自由歷史性壩免 所以這個是高雄看的嘛 高雄就不是只有只看疫情而已啊 高雄是看你這個市長 到底有沒有辦法做到最基本的要求 不過這樣是有點過分 搞不好人家剛好瞇眼睛而已 有可能他也是 他也可能是怕被那個 武漢肺炎病毒傳染啦 這眼睛也是一個途徑嘛 他都沒有戴眼罩防護罩 所以眼睛看就閉起來比較好 這也是可能 太不人道了 還不讓韓島閉眼睛 沒有 我們準他閉眼睛 所以我們再看高雄市民 又看到另外一個事情 就不是有這個事情嘛 另外一個事情是什麼呢 我們剛剛都講到 疫情當下 人群聚集的場合要小心啦 是啊 但是你現在又看到另外一個事情啊 這是什麼呢 這是你高雄市政府有沒有動員 人家小學生或是人家學生 去看你的棒球比賽 因為這是一場韓國的棒球隊 跟台灣的棒球隊要做交流的比賽嘛 那這個交流比賽呢 因為韓市長要去啊 所以你看韓市長當然很開心啊 但是棒球比賽他去 如果現場沒有觀眾的話 大家會不會覺得有點冷清 會嘛 但只是你的人要從哪裡來 結果 家長抗議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動員的是國小的學生到現場去 哇 這不得了啊 家長會生氣啊 你看這個是 五福棒球隊家長後援會 他們的LINE的群組對話 LINE群組對話 今天選手5點35分離開球場 然後下面呢 講到明天孩子們去陳慶福棒球場看的職棒熱身賽 韓國英雄隊對中信兄弟的比賽 你看喔 這個下午1點從學校出發搭遊覽車 下午4點回到學校練球 補考 小朋友還有補考喔 你去看完棒球這段時間你沒辦法念書 然後4點半的時候要回學校補考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家長 我的小孩子還有補考 該念書的時間不讓他念書 還跑去看棒球比賽 而且現在是疫情當下 你還很怕被感染的時候 你還把他動員出去 家長 而且動員怎麼去 大家一起去啊 是啊 大家一起去啊 你高雄市政府不是規定什麼 500人以上還這個禁止集會 他人不到500人啊 對 80個人啊 所以就可以這樣子嗎 沒有沒有到達他的標準 所以搞不好他就覺得 這樣子可以去沒關係 但家長不這樣想 家長一定覺得 一堆人在一起 如果只要有一個小朋友有狀況 對啊 我的兒子女就完蛋了 對嘛 所以家長當然有意見嘛 好問題來了 家長這個事情反映出來之後呢 如果韓市長或高雄市政府 你好好的回應啊 你誠摯的道歉可能也就沒事 但是高雄市政府 偏偏這個時候怎麼回呢 高雄市政府回說 我們都是用邀請的沒有動員啦 沒有強制啦 同樣的問題問到韓市長身上的時候 也是一樣嘛 請問這些小朋友到現場去 他是自願的還是被自願 這個東西大家都知道嘛 小孩子很多時候是身不由己嘛 到底老師要他去或校方要他去 還是長官要他去的時候 是他可以說NO他就真的不用去了嗎 這就是一個問題嘛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譚市長在高雄所引起的 不是只有我們看到的 罷免的連署分數快速升高 他的門檻那個我們講的 要罷免他的那門檻58萬票 現在人家是連署輸 搞不好就會衝到58萬票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一定會怎樣 連帶影響到民眾對國民黨的反感度嗎 急診室的醫師魏志偉就說 民眾掛急診要求檢驗的 已經品嘗多一倍了 沒有症狀他拜託不要到急診室來篩檢 給急診一點喘息的空間 可是大家會怕可以理解 但是呢真的要那麼怕你看 連通緝犯都知道 躲武漢肺炎還是逃回台灣來 比較安全穩定可被抓 所以呢最近呢 這個通緝犯抓到的明顯增加 二月到現在呢 已經抓到十二名通緝犯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像桃園地檢署呢 甚至在地下室呢 臨時因為怕被感染 大家都怕被感染 所以就設了這麼一個塑膠的 這個透明片來組閣 當作防疫偵察庭 那通緝犯也坦言啦 因為要躲疫情啊 被抓我也要回國比較安全啊 所以你怎麼看大家的恐慌 好 先給大家看這張照片 這個比較大 這是桃園地檢署 你現在看到那個是一個透明的 那個這個塑膠做的一個 一個組閣 為什麼 因為啊這個地檢署的人員啊 不管是這個罰警 或者檢察官 他們在做個準備就是說 如果 事實上已經發生了 就是 就有通緝犯 就趕快從中國跑過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現在的醫療資源 非常的緊張 桃園地檢署在幹嘛 知道說 有人要回來投案了 因為什麼 在中國大多數的地方 現在醫療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緊張 他沒辦法充分的供應你 像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所以台灣原來有很多 抓不到的通緝犯 曾經也有人 在視訊上說 你要抓啊 我在中國 你怎麼抓我 就是有這種人跟台灣的警察 嗆聲 現在呢 因為 中國的疫情到目前為止 沒辦法確定 到底能不能控制住 你 你萬一出事 你去哪裡看醫生啊 所以就要回來 所以 你回來的時候 從中心機場進來 所以桃園 他歸台灣第一天署管 你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說 那個外界外部的壓力 有多大 我就用詹啟賢 詹前署長的話 就是說 台灣有沒有社區感染 固然很重要 但是你不能太拘映 在面子上面 他如果真的會發生 或者已經發生 那我們就是要勇敢的面對他 我怎麼那麼講啊 就當每一個人都提高警覺 很注意你自己的 然後把自己保護好的時候 你就會把 你現在看到 不管是他叫 這個家族性的 家族群聚的感染 或者是叫什麼 你至少 我們有能力把它控制 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我們現在當然還是要面對 未來防疫工作 越來越嚴峻 所以我們一級開設 這個應變中心 但是有人說 我開設的 可比這個蘇貞昌開設的 還要早呢 意思就是他好棒棒啊 而且網路上還有人說 哇這個人真的是先知啊 可是罵的人更多 是誰呢 韓國瑜啊 而且他多誇張 二二八也能講錯 這什麼狀況啊 我們來看看他的狀況 我們從大年初一開始 全台灣第一個 一級開設就是高雄 台北也一級開設了 今天已經罵了我們一個多月了 我們在大年初一 就一級開設 今天是八里山七六三週 我們來這個追思會 把陳串生先生 張志忠先生 王學鴻串聯起來 對不公不義的現象 發動了武裝衝突 被逮捕 衝突到底都說二二八 這是這麼嚴肅的一個追思 怎麼會這樣講話呢 我們回來看了錄影帶 的確有口誤 因為專心在致詞的內容 所以這個口誤 我感覺到非常的抱歉 不出錯有這麼難嗎 問一下這個東豪 二二八可以講成八二三 謝雪鴻可以講成王雪鴻 那怎麼樣啊 還好啊 他沒有講成雪中鴻啊 對有網友說沒有講成雪中鴻 已經很不錯了 因為韓市長實在很搶戲 一級開設提早一個月 那重點是在這一個月裡面 高雄市做了什麼 就你搶先行政院一個月嘛 對啊 那表示你認為說 狀況比行政院認定要嚴重 那一個月前的狀況 跟一個月後的狀況 到底為了什麼 那其實這個就直接影響到說 高雄市市民 你覺得這一個月做得怎麼樣 今天你一定很多啦 聽到一定很多 二二八跟八二三的事情 對 謝雪鴻變王雪鴻的事情 對 可是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注意韓國瑜韓市長 他講到的謝雪鴻這些 在當時在二二八的史實裡面 他們屬於台灣共產黨 台共 所以呢 他們在北京是放在 北京的那個 他們那個有一個很重要的 八寶山 他們是葬在那個地方 八寶山 八寶山 他是軍人公墓 軍方公墓 韓國瑜韓市長是國民黨黨員 我不曉得他 他去講台共的這段歷史 是要幹什麼 因為謝雪鴻這個事情 在當時 他當仁跟國民黨是對抗的 所以不公不義 如果你要 如果韓市長是要代表國民黨 道歉的話 你可以道歉得更乾脆一點 可是我搞不懂他要講這段幹嘛 然後你要講這段 因為這段只要是 唸中共史的人一定很熟悉這段 你這時候你要邁入 你在中共的北京念書時候的了解 學到的東西嗎 然後你把謝雪鴻講成王雪鴻 你這不是鬧笑話 我要講這一段 這是提醒大家 二二八都能講成八二三了 重點是 二二八這段史詩 你用謝雪鴻你想要解釋什麼 因為你是國民黨黨員 你想要用謝雪鴻解釋什麼 然後他更麻煩的是 在第一時間記者問他的時候他否認 回去以後 重新看了錄影帶 發現真的講錯了 他才出來錄影道歉說 對不起 因為他專心看稿 專心致詞所以講錯了 你看了稿都還會講錯 你說這怎麼辦 這怎麼辦 就像他昨天去做一個聖代 然後隨口就講說 這個叉叉叉 他沒辦法 最後像老闆這個聖代 最後要拉尖尖的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你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時間 其實一集開設的目的 當然是要讓陳時中陳部長的指揮更完整 事實上有很多事情 陳時中不是萬能的 他不是什麼都懂 所以他後面其實長期來 我們到目前為止 行政院蘇貞他內閣的防疫 做到這個地方 平心而論 你是二級開設 一級開設的差距已經不是很大 可是一級開設就告訴你說 我認為未來可能會更嚴峻 但是所以我提早做準備 你怎麼看 就是韓國瑜今天 他突然就是很勇敢的說 你看我比大家都早 當然有人讚美他是先知 你怎麼看韓國瑜的說法 還有二二八居然敢講錯 我應該講錯他敢講錯吧 你怎麼看 那到目前為止 當然民眾的滿意度是非常高的 可是接下來我們還有非常多的挑戰 就是說因為你知道其實說句兩句話 國內現在有真的很多疫病的專家 而且也是滿資深的就是剛剛講的 陳建仁 賴清德他們 照理說陳時中表現很好 我們從一開始就很誇讚他 非常的穩重 非常的穩健 但是就是說如果一個全國性 一級開設的話 真的還是有多一點的人幫忙 從旁邊幫忙的話 可能情況會更好 那你說韓國瑜他說他一級開設 我覺得他是被他的處境驚嚇到 所以很多事情乾脆就最大的 一級開設這樣子防患於未然 你看這個多棒多棒 但是你再看像侯友宜 其實在前一陣子也提出來 可是他是當這個疫病 已經在發生的中間 他提出來而且像口罩 實名制最少也是他提出來的 那你韓國瑜是一級開設 當然他當初也講 把他軍營針說被大家笑也是沒錯 但是事實上你其他 你知道我覺得韓國瑜最大的問題是 他說他冰雪聰明沒錯 他每次丟問題出來 比如說高雄又老又窮 然後你要把他怎麼解決 他沒有後面 他就沒有後面一步 所以你說你這個一級開設 然後你怎麼做你沒有 你就是丟出了一個題目 他丟題目的本事真的很大 所以他聰明也許是真的聰明 可是問題是你到底做了什麼 怎麼樣去處理這些問題 處理的怎麼樣之類的 他一級開設不是 一級開設然後呢 對啊 我每次問他然後呢 所以我覺得他的問題是 丟問題很快 但是然後呢 後面的配套跟後面的後續 他通常就會斷念 我覺得這是他的問題 他後面就沒有了你知道 因為他不知道後面要怎麼辦 那你說228這件事情 任何人我想在台灣 只要在政壇的人 228真的是信口連來 沒人都知道228是什麼 誰會講錯啊 對 但是我想 因為可能他是軍人吧 軍人出身 所以講823吧 可是真的是有點離譜 因為228現在才2月嘛 而且他自己都講 這麼嚴肅的場合 你怎麼能說錯呢 他還兇別人 所以我大概自己 看到錄影帶以後 發現自己確實是口誤 所以那個口誤就是說 就是我講的 在台灣任何一個人 228這三個字 任何人都會想得出來 尤其今天228放假 對不對 然後他在那種場合 會錯的那樣是有點離譜 那你說謝雪洪 王雪洪 其實那個也是 大家真的講得很清楚 王雪洪是什麼人 因為謝雪洪知道的人 比較少是沒錯 王雪洪在台灣大家都認得 你怎麼會去把王雪洪放上去 所以我覺得不用心 然後要不然就是 他的幕僚有點弱 否則就是他自己不用心 人家給了 那都好講的 你看稿都會講錯了 這個我們這個署長 曾經說那個不適任當總統 那個人常常也幹這種事 就是說人家給他的稿子 他根本覺得天中英明 所以不去止氣區 記不記得他剛上任的時候 在那個大典上面 那個走步都會走錯那種 就是你沒有演練 你知道美國總統在迎接外賓的時候 國賓的時候 你知道他都要前面要遇襲 他佔什麼位置 走幾步然後在什麼場合 然後幹嘛都要先遇演 沒有人是天中英明的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的問題就是 823那個是很離譜 所以他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常常就是說 只要他出錯 他的形象就毀掉一次 然後大家講他一出來 他的那個霸函的那個 那個連署事就往上跳 你這樣子的話 我看又要跳一波 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說 還是認真一點比較好